相信很多人对印度的印象,就是到处都是平民哭吧?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国人对印度的印象,因为每天以高高在上的语气,指点批评印度落后的新闻早已满天飞舞,印度2017年TDP达2.597万亿美元,而法国为2.582万亿美元,印度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欧洲强过法国,位置世界第六位,印度的软件业,医药业, 航空航迁业都是世界前列,你真的以为印度只有平民哭吗?印度有成群的高楼大厦,轻贵地铁,现代化城市,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真实的印度吧。这是哪儿?上海?纽约?伦多尔?No都不是。 这就是你眼中的落后国家,印度的第二大城市孟买,它位于印度西部沿海,面积603平方公里,人口2104万,2017年孟买的GDP达2248亿美元,约14274.8亿人民币。 孟买是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和港口城市,印度主要工业中心之一,印度商业和娱乐业之都。 印度,第二大城市孟买的高楼数量,虽然不及北山广山,但也并不会比国内的一些大城市少多少。 孟买不光经济发达,其得一青山,面临大海,有广阔的海滨沙滩,幽静的街头花园,是绒典甲秀丽,有皇后项链的美称。 这是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地铁,新德里线开通了六条地铁路线,贯穿了新德里和周边的卫星城,地铁采用了最先进的科技。 完全不是你眼中一群人把火车的印度初心方式。 新德里是印度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,印度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。 新德里面积1482平方公里,人口高达2500万,位置世界第二,超过了曾经的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。 印度的软件出口仅次于美国,占到了全球软件出口的20%, 而它在IT外包行业是第一名,占到了世界50%的市场份额。 印度全国有1832个教育性科研机构合理工学院, 每年大约培养7万个计算机软件专业人员。 如今在美国,三分之一的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, 紧贵股就有25万印度人。 苹果、谷歌、微软、Facebook等企业高管大多都是印度人, 印度真的十分落后吗? 别的被骗了,现在已经是世界排名第六的国家, 真实的印度并没有十分的落后, 更多印度发展信息,欢迎大家转发留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